挥别家乡,孩子们启程前往英国殖民地,以为可以展开美好的生活,告别贫穷,挥别困苦,殊不知却是噩梦的开始。 英国在上个世纪30到70年代设立儿童移民项目,美其名要让贫困孩童或孤儿,在澳洲、加拿大、纽西兰等殖民地重新开始, 却被狠批其实只想丢掉这些国家包袱,不管实际原因是什么,但可以肯定的是,这批天真无邪的孩童中, 有不少人曾遭到性虐待或折磨,食虐者包括收养家庭、孤儿院和宗教团体成员。 英国首相特利沙梅2017年7月担任内政部长时成立调查委员会,两年多后,委员会终于在星期一进行第一次听证会。 也有人揭露,政府将部分孩童送往他乡时,并没有知会孩童的父母或监护人,或者错误告诉孩子,他们只是孤儿。 这个业案涉及13万名孩童,委员会预计听证会耗时5年完成,前英国首相布朗曾就此案,向受害者道歉, 并承诺提供600万英镑或大约3300万令吉的经济援助,协助受害者。